深圳神秘富豪突然入狱 经历的所领股份公告 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中院出具的刑事判决书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司理及法律代表人 消防疫犯违规披露 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 并处罚金三十万元 公告还显示消防疫配偶公司的原董事财务总裁 副总经理叶玉娟 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 并处罚金十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 消防疫时深圳审秘的富豪 在2017年广东富豪排行榜上 消防疫家组比33亿财富的排行 广东富豪269位 全球1311位 多不及来的牢狱之灾 盛事公司紧急澄清 索林股份在公告当中称 此次判决对公司生产经营 不会产生重大的火力影响 消防疫目前已经不是公司的失控人 相关当事人已经辞讯了公司法人与钢管的职务 目前公司管理团队和人员结构稳定 各项经营工作室正常永续开展 消防疫入狱是早有征兆 早在2019年4月 索林股份便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 另案调查通知 其中指出因公司相关情媒 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 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2020年12月10日 索林股份及相关当事人收到证监会下发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市场进步决定书 2021年5月21日 索林股份公告 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察局依法的对公司涉嫌 刑事犯罪立案侦察 已将该案犯罪嫌疑人向警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据索林股份最新披露的公告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 销行义业宇娟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于2022年10月17日 向深圳中院提起公诉 现已军事立终结 根据法院判决形式 销行义在担任索林股份法人董事长总经理期间 与钟桂荣商议通货财务造假 以增加业绩的方式提升市值 销行义与钟桂荣时任索林股份董事财务总监 副总经理的被告人业宇娟等人合谋 以虚增营业收入虚减支出的方式进行财务造假 披露虚假的公司年度报告 并且不按规定依法披露重要的信息 具体的犯罪事实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2016年1月至2018年的12月 索林股份通过虚增营业收入 或者虚减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的方式 虚增营业收入利润 在公司2016年2017年2018年年度报告当中 虚假的记载并披露 二是索林股份2017年年度报告 2018年年度报告不按规定披露了重要信息 存在着重大的弥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